好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四直播 今天仍然的題目 有到 將記的通識 今天會集中講講 香港早期的娼業場所裏面介紹到 他說香港開埠沒多久 已經有娼妓了 但是那時候的娼妓只設立在中環 現在的蘭桂坊附近的百花街 這裡的娼妓一般來說都是西洋娼妓 為什麼是西洋呢 因為當年很多西洋的船舶 在開埠之後就來到香港 在香港拍照的時候 拍碼頭的時候 也順便上岸 那 廣東 廣府人 或者香港本土人 叫那些 鹹水 都做 唐蜜兒 唐蜜兒 就是honey 那這個呢 就是 西洋人稱呼那些 楊妓女的名稱 小部分呢 也稱為 鹹水妹 鹹水 就有侮辱的意思在這裡 就是做鹹水客的 就是海洋來的客人的生意 那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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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鹹水妹 那在 那些 保姆呢 就是那些龜婆呢 就會登廣告的 可能真是 很公然的 那你就 給一些 Advice 給一些意見呢 那些嫖客 就最好呢 買紮花上去 買法沙呢 你都去 贈送給 那些 槍技 那這些 槍技的 聚集的地方呢 就 有 花的 那 那花檔呢 賣花的地方呢 就是 今天的 擺花街 要擺一些花在那裡的 那 那 這個 又來已久的了 那 還有一間呢 在 中環 走到 那附近呢 有一間 美夫人 的大廈 現在還在那裡的 那在那時候呢 是作為 治療妓女的性病 那 那 太平 香港的 第一個 所謂 紅燈區呢 就 專門 為華人 服務的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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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西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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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的地區呢 服務的倉妓呢 集中在呢 太平山的遠距 太平山區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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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和 那時候建立華人祭館有幾個出名的 譬如有馮仙樓、惠仙樓、醉樂樓、同意樓 有幾間 當然當時的祭館就沿用了廣州的祭館規矩 不是說你上去拍門一按鈴鐺一樓一縫就馬上服務 有配套的 它的配套包括在酒家的食肆供應的飲食 所謂情言以助花,遇傷而醉悅 真是在這裏共享一些美財 甚至乎走一走 淹一絲 附庸峰峽一番 所謂峰月無邊 但是1974年 就有一天 有一場很出名的巨峰打到香港 這個就是甲衰那年的巨峰 甲衰峰災 當年沒有一個封的名字給他們 所以 沒有什麼小姐 馬力小姐、溫達小姐 這樣的聲音 這樣的稱呼 後來就用那年 用中國人那年 那年是甲衰年 所以 打到來香港 因為當時的 都是木屋來的 很少有 紅毛荔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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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 在香港歷史上 相當有名的 而且 破壞性很大 當時省城的水寨 又大火 風災之後 煙花之地 就 只能夠重建 一百年 不管我們 知道 什麽 因為 美國賣 就 很高 現在 所以 現在 另外 我不要 offended 進行的消毒 所以當時 不能夠再在太平山 太平山的區 經營了 政府知道 又不能夠 絕對禁止這個行業 所以也是 給他們在 附近一個叫做 大水坑 水坑口的地區 重新 經營過 水坑口現在還在 在上環過 大到西 這一堆地方 這一堆地區 現在 附近 在 在 華人的經營之下 就出現了 現在所謂的南北行 但是當時 這個巡樓楚館 都 和飲宴的酒家 都臨立 這 這個地方水坑 可以稱為 第二次的 紅燈區 這個紅燈區 當時的著名酒家 有 杏花樓 燕琴林 燒商館 觀海樓 那幾十幾間 到 蕭禁的條例 1997年 解除之後 形成 當時的這個地區 非常繁華 繁華又怎樣呢 夜夜生過 承開不夜 就是不夜城 來的 那當局呢 也是 半同意這樣 是 這個 進行這個這樣的 商業行為 到了 一段時候之後呢 因為 這裡太接近市區了 還有 要進行很多 填海工程 要擴建工程 就將 水坑口 這個地仔 這個區域呢 就 遷移到 稍為荒蕪的 食堂咀那裏了 現在是荒蕪的地區 但是呢 當年來的呢 石堂咀呢 並不是一個 很多人去 興旺的地區 那 舉一個例子 在石堂咀呢 建立祭館之後呢 還有這個 飲宴的地方之後呢 要 要 要 在中環呢 或者上環呢 是 會用一些 黃包車 是 送客 去到 石堂咀的 那 換句話說呢 當時呢 這個地方 比較偏僻 那 就 多數呢 那些人去呢 是要 有交通工具 不是 好像現在這樣呢 是有汽車 甚至 地鐵都可以 倒臨 那 但是 香港人呢 因為呢 有幾本書呢 講及到呢 唐西的風月 又有電影呢 這支扣呢 就拍過唐西的風月 所以比較認識呢 就是石堂咀 這個地方 那 我們講講呢 真正的石堂咀呢 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什麼的地方 石堂咀呢 的得名呢 比香港呢 還要做 還在呢 道工 時期呢 1841年 過入香港的時候呢 香港這個名稱呢 可能是 香港 南變了一條 小村落的名字 但是石堂咀的名字呢 在乾隆的年間 乾隆36年的時候呢 1771年呢 已經得名的了 那 父老相傳呢 清初呢 石堂咀帶呢 都是山地來的 這山地呢 就比較多 花崗石 我們俗稱呢 花崗石呢 叫麻石 大麻石 那大麻石呢 有什麼好處呢 做呢 建樓 尤其是石屎樓呢 或者石屋呢 都是上等的建築材料來的 堅實 那 在衛州的地方呢 很多呢 很多呢 石像呢 就打石工人呢 採石工人呢 採石工人呢 就下來 就選了這個地方呢 石堂咀呢 就做採石 採石的石礦 採石的石礦 這個採石的石礦呢 在這一區裏面呢 非常旺盛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用作啊 一塊塊這樣 都相當困難 作了兩條之後呢 就要弄碎它 如果弄碎它呢 用來做 石碎呢 就用來做 建築 熊木泥石屎的 一做 熊木泥石屎和沙呢 成為了 當時呢 很早期的 建築的材料 那甚至呢 一塊塊做 做了 都要作評的 所以呢 當時呢 這些 從大國下來的 工人呢 就 在這個地方呢 就做所謂 砰石工人 我也親眼見過 拿著這個錘子 拿著這個鑽呢 真是 真是砰石 其實現在呢 這個 這樣的 行業呢 當然呢 就已經 慢慢 色味錯了 那 那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它 那個 地形呢 就像那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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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所以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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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經過一番 的 輕建呢 那 然後呢 才可以 慢慢繁榮的 那 原先在 大道中的那些 水坑口那些 那些 杏花流啊 燕瓊林啊 壽儀康啊 輕流啊 這些 紛紛收檔 就 因為呢 技管 這個 特區 就是特區了 就搬去 食堂咀喔 於是乎呢 就 這個 有一個 這樣的需要 那些 做生意的 酒家的人呢 亦 趁這個機會呢 將它搬遷了去 食堂咀 那 你知道呢 當年呢 這些 食堂咀的 酒家呢 都很講究的 就不像 剛才 不像 我們現在日常生活的 那些 速食店啊 速食店啊 速食 包啊 那樣 以後含 就吃了算了 加油 那樣的 但是那時候呢 要吃這些 這樣的 呃 妓院 照來 妓 妓 陪食的花 的餐呢 是相當 喜歡講究 他們叫這種呢 叫做 花炎 炎 炎值的炎 這個呢 記得呢 唐師有句 開瓊 炎 以助花 於是乎呢 就 為之花炎了 那 那 講到這個 呃 飲宴呢 當年呢 大小中的 大中小的 記載都臨立 那 酒家俱樂部呢 或者八音館呢 都臨立 什麼叫做 呃 呃 俱樂部呢 俱樂部呢 就是一種呢 呃 組織 那大家在那裡玩的 可能是會員制 那呢 所謂的俱樂部 在英文呢 就叫 Club 一個會所 那但是呢 這個字呢 在上海傳下來的時候呢 它帶了少少呢 日本 的 發音的 特徵 那個B字尾呢 叫Club 它很重那個 字尾的音 Club 慢慢呢 就演變成 今天我們所謂的 家暴了 家暴這個字呢 就是從Club 這個字呢 演變 轉音而成 什麼叫做八音館呢 八音館呢 現在香港都還有 是一種樂社來的 那些樂社呢 包括呢 裡面呢 頭架啦 就是主持人啦 掌板啦 或者打陽蓋的 或者呢 吹燒的啦 啊 等等 就 呃 給這個 演唱的人呢 是一種音樂伴奏 那這種呢 就叫做樂社 在古時呢 就叫做八音館 因為中國人的音樂呢 就是八音嘛 八種樂器 全勝的時候呢 這些 大小的記載 五十幾家 記女呢 沒有什麼正式統計 但是呢 估計 不會少得過二千人 那另外還有一群 除訪佬啊 啊 打掃收拾啊 啊 他們那些 妓女的近身啊 啊 負責他們的飲食啊 招呼啊 車夫啊等等呢 都養成二千人的 啊 啊 這個 在那個時候來講呢 這幾千人的 產業呢 都相當大的 是一個呢 是一個呢 娛樂事業 那時候也叫做娛樂事業 是一個很大規模的 組織來的 那 講到剛才我們 這個 妓女呢 不是就這樣上去她那個 住所 按鐘仔的啊 那 未談之前呢 都要有一個 交際的場合 這個交際的場合呢 我們呢 在 中人呢 離不開吃的了 吃 適性也 那 是 一些酒家 這酒家呢 是 那些大 老闆呢 在嫖客呢 就 歡迎 大家 聊天 或者猜妹 或者喝酒 或者 和妓女作樂 可能 無下問的 那 這酒家呢 大約呢 是當時 唐西呢 唐西呢 大大小小 加起來呢 都有二十幾間 旅行 也有很多職工 那這些記載呢 劉昏 劉明的呢 都有很多間大的記載 現在天上都說的 譬如 永樂 移鄉 天一 榮花 以翠 這些名字呢 全部都很封雅 那 那 又有所謂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呢 就是那時候的著名記載 名字號 名字號 名牌來的 這四個名字號呢 叫 寬德 蔡花 泳 詠樂 和以翁 你看看呢 每一間 大的記載 小 中小型的企業 的記載呢 都相當 文雅的 就是 不會說呢 改得很粗俗 或者很詩繪 的名稱 就是 文雅的名稱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呢 覺得 去記載 不是說 只是嫖妓 那麼簡單 也是有一種 附庸風雅的 作風在 風氣在那裡 而且呢 加上這個 這個文化潤識呢 它是 有那種 獨特的 中國 的 這個嫖妍 這個槍妓業 的特點在那裡 它是 一定要把 中國的文化 放進去 這個 妓業裡面 那麼 因為呢 我們香港 香港的 技業呢 其實呢 它的制度 和 歷史呢 都是 承接著 在廣州來的 所以呢 它 跟廣州這樣 分開了 大債 中債 細債 細債呢 又叫做二四債 又叫做打炮債 高級一點的呢 琴棋書畫 在裏面 在裏面 讀曲啊 或者 積極的淫師啊 行走令啊 這樣呢 都並非是 你 普通人呢 可以 頂得順的 換句話 就是說 你的肚子呢 有錢 是沒有用的 還有呢 有少少 少少可以了 墨水 那你可以去 玩一下的 不只是玩 那些女人 而是呢 要玩你的文才 這件事情呢 我看呢 香港的 現在轉變到這樣 已經是 俗化了它 那 所謂大債呢 就 所用的費用呢 當年呢 是 三兩六百元 大約 在那個時候來算呢 就是 五皮左右 五元左右 不少東西的了 在 1920年 的時候呢 香港 港幣五皮 五元呢 是很大的 很相當 多的錢 相當 現在多少錢呢 十倍 五十元 五百元 差不多 可能 還比較多跌 所以呢 聽聞呢 衛福銀行 開張的時候呢 都是五百萬 五百萬 資本而已 雖然說 五百元呢 都 三兩六百元 都不是 少 那 所謂低級一點的 二四債 那 二四債呢 剛才 我都講過 這個 沒解釋 二四 就是 兩兩四 白銀 大債 三兩六 就是兩兩四 那 新折 大約 港幣呢 那時候的港幣呢 三個三 差不多 或者 三個三 再加三仙 那時候才使用的 二四債 那 那 當年呢 要有些 手段 有些 有些 所謂 叫做 叫做 知識啊 能夠唱啊 能夠 玩音樂啊 或者 甚至乎 吟詩作對啊 有些文采啊 才可以當妓女的 是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 更加然呢 如果是要做到 紅牌阿菇呢 更加要呢 有 有份量 不是那麼容易呢 做到 紅牌阿菇 現在 紅牌阿菇的意思呢 就是 當時啊 他有一個 非常高 就是難得 高貴的身體 的 象徵 身份象徵 就為之 紅牌阿菇 那 當時呢 都不是叫做 小姐的 因為小姐呢 是 官的 女兒的 專程 所以呢 不敢那麼容易 叫小姐 所以呢 妓院呢 都是叫 阿菇 阿菇呢 這個字呢 有 拉親戚的關係 就是 就是 好像自己老爸的妹 阿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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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 專稱來的 也不敢說 一種 沒有用 也有姑娘的意思 這個 紅牌阿菇阿菇 就是這樣 那 當時呢 這個香港 在石堂主義的時候呢 公槍時代 什麼公槍呢 就是政府發牌的 這個 這樣的 發牌的機構呢 還有管理機構呢 是當時的 所謂華文政務司 華文政務司處呢 現在取消了這個 這樣的 牙本的了 負責登記 和 負責領 牌 要作一座聲明 是同符合呢 香港的 法律的 第一 妓女呢 要 要聲明呢 就是 甘心情願 做妓女 是沒有受到 任何人的 壓迫 和指使的 但是 英國呢 到現在這個條例 都是 如果 依靠 妓女 生活 要她供養 要她 付錢呢 是犯法的 其二呢 聲明本人 並非處女 願意接客 又不能夠拒絕 客人的 一切要求 在她那個 領牌的時候呢 登記的時候呢 是要做遵遵聲明 這個呢 就是好像呢 的士那樣 是不能夠拒載的 那這個聲明呢 就是 服務 擔保 服務業的 犯病安定 那 業內呢 就稱這些妓 為之路具 我們講過了 裡頭呢 也有 年輕的 年輕的 例如 琵琶仔 那些學師呢 所謂的學師呢 就 就是 初初由寶母呢 養大 然後呢 就 賣她的初夜拳出來 使得呢 這個 人客呢 可以得上所願 那 在這些名稱裡面呢 我們已經講過了 有所謂的擺訪 有所謂的 執宅廳 這些 這樣的 名詞呢 都是呢 當時呢 在妓院裡 為這些 年輕的 妓女 出賣她的初夜拳呢 那時候 所謂的開包拳 的一個名稱 那 歷史記載呢 香港這個 石狼咀 那些 阿菇 如果要開包呢 大約多少錢 呢 都不便宜 大約呢 有 三百多元 三百多元呢 的港幣呢 相當多的 是那些 富商啊 有錢人呢 才可以 扶得起 那大約呢 是 普通工人呢 的十年薪水 差不多 所以呢 都不是說 什麼 不緊要 那 當然呢 這個 那個 妓女本身呢 或者她的家屬 她的父母呢 賣她的呢 都 並不是 得到很多錢 反而呢 她的保姆啊 等等呢 那些妓館呢 獲益呢 可能最多 也沒有一個文明規定的 當時呢 總之呢 起碼八二分 七三分 狠狠地 這個 開包這個 這樣的風氣呢 其實來源於 呢 宋朝之後 那 覺得呢 開包見紅呢 就是流一些血呢 就是大吉大利 這樣說 那這個是比較 在意在來說呢 非常殘忍呢 還有呢 不合人道呢 啊 而且呢 將呢 這個 成為 將婦女 成為物化啦 這些 限量呢 都是 現在的 法律呢 不能容許的 那 妓女 大約 要多少錢 才可以 享用呢 那 那 大債的阿菇呢 就明白實價的 那 政府規定呢 有規定的 它說 五元 但這個呢 就是 政府規定的 表面的價錢 但是呢 如果 真真正正的大戶呢 去到妓院 或者去到酒家裡 揮霍的時候呢 五元呢 算什麼呢 所謂給個貼士 那些叫白泉 他們叫白泉 我們上個禮拜講過 都 五元啊 是不是啊 是啊 他打份工 可能沒有五元的 那個傭人 但是收貼士呢 收小費呢 都五元呢 閒閒地 那這些呢 都是 孤寒的了 陳孫總來的了 真是 闊老的 大客呢 出手呢 是 怎知五元 可能呢 是 五十元 或者一百元 或者是 甚至乎 一兩百呢 打上呢 閒閒地 那當然呢 他們 跟著找籍的人呢 都有 相當多 這個 崗位的 譬如呢 我們有一種呢 叫做 療口掃 那療口掃呢 就是 當日呢 負責陪那個 紅牌阿菇呢 或者那個阿菇呢 出席 宴匯的近身 那個 女傭來的 那叫做療口股 那又有一些呢 年輕一點的 近身 那這些中年的呢 裡面 的女人呢 也有一些呢 在 寨裡面呢 和小姐 和那個姑娘呢 那些呢 就 裝煙啊 拿毛巾啊 或者 甚至乎 這個 和 和他打扮 這些梳頭 等等 這些 一般呢 都叫容嫂 那另外有一些呢 叫做龜爪 爪牙的爪 這些呢 就是 負責保安的 負責呢 那些債人呢 就和他計算的 那這些 一切呢 的文職呢 他們都叫師爺 這些 不過做到師爺呢 坐在衙門的師爺 好 那 我們又講講呢 在唐西呢 那時候呢 怎樣進去 照記呢 有規有矩的 不是說 好像呢 隨便呢 醫道就去啊 那不是這麼簡單 那遊戲 第一步呢 就 這班 尋方客呢 要在 那個 唐西 就是 食堂咀呢 裡面 找到一間 大酒家先 那當然啦 你的酒家 小呢 哈哈 那就請不到 請不到 榮記的了 那你去到呢 就要 開張 請帖 請他來 這個請帖 有名的 文雅點 就叫局票 或者呢 叫做 花箭 箭呢 就是 書箭的箭 或者花箭 或者 送個條紙 就由呢 給個錢 給它的 架 如果 找到 什麼 小的 小的 不? 買酒 就出獄了 那當年呢 因為那些年輕人 送這張花箭去 很近而已 上山幾步路 但是那些人送牙不能 公子自己親親送牙 那這個收費呢 就一抹 都不便宜的 不是多少錢 那所以呢 那些蚊在港府下 因為食堂族的關係 是轉化了 就叫一雞時日一雞 所以呢 比較年老一些的人 都知道 一蚊的港幣 又叫一雞 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他一元就交給那個年輕人去 去那張花箭 那麼 紀女收了那張花箭 可不可以不來呢 有的 有不來的 就是不認 不認這張花箭 或者推這個條紙 推這個 推這個 邀請 那 那 既然 收到這個花箭之後呢 既女如果醫藥去到呢 就叫掛號 或者呢 就埋席了 醫藥去到 大約什麼時候開席呢 不是很晚的 黃昏的時候呢 就會開席的了 那 但是呢 因為呢 紀院的紅牌阿菇呢 是相當之 多人 叫他 多人召的 所以叫叫趙紀嘛 多人召他 所以呢 他不會說 只要去一單 他呢 也會去幾間 這個六點鐘 譬如去完這間 下一間 六點半 那麼 很多印客呢 都知道 他們 很忙的 有時候呢 都等著 不用去到 所謂 在那個 座位後面 他們紀院呢 吃飯呢 規矩呢 就是藍磚女碑 所以呢 男客呢 就坐在前面 埋位 女客呢 就是那些 陪喝酒 或者夾送給 公子哥兒嫖客的呢 就坐在他後面 坐在後面呢 就叫後土 都挺陰濕的 這個名詞 皇天後土後土 就像墳墓後土一樣 如果沒有人呢 味道呢 就說他身後蕭條 口沽黃亡 你看看呢 身後蕭條 有 有些諷刺的意思 好啊 在這個 飲宴 的 之後 飲宴呢 通常呢 有時候有音樂助興 原開之後呢 就吃山針海菜啦 我曾經呢 都在 香港容記呢 就 參加過呢 蘋果日報 文化版 舉辦的 風月宴 你解釋過呢 那個風月宴裏面呢 的食品 還有禮儀的 大家可以上網呢 去找回這個明報 這個蘋果日報 去風月宴那次的 視頻 看看 那麼 燕霸呢 那些恩客呢 就會 再約 那些妓女呢 回去那個妓宅 她的閨房那裡呢 共在的 那麼 這個這樣的行為呢 約她回去她那個 閨房 作為私人的聚會呢 這個 有 有個名稱的 為之打水圍 那麼 在 北方呢 都是有 這個這樣的規矩 但是它就不是叫打水圍 叫打茶圍 那麼 妓院呢 也準備了一些 漂亮的香茶 水果啊 甚至乎呢 為那些熟客呢 開一些局 這些局都不外乎呢 都是抽鴉片啊 或者打回四圈啊 的 穿局啊 或者呢 純飲酒的 那麼 那個房的主人呢 就是那個 紅牌阿菇呢 又未必到場的 她可能在隔壁呢 就 開桌在打牌 就是過來呢 就是過來呢 哄兩句而已 那這個呢 越是紅的阿菇呢 越是呢 使得你 那些嫖客呢 心思思 永遠呢 不是那麼容易得到 得到 得到 一香 一親香宅的 那 那 明記呢 四樣東西呢 四個字 說完 就是她呢 必須要呢 猜 飲 長 靈 四樣東西 猜呢 猜不 當年呢 是猜廣東會 法理財財啊 法財啊 開了她啊 那些類 就沒有說 現在適中啊 沒有說 現在十五二十啊 這些這樣的 猜妹 那 那 一定要猜妹咯 那 作為一種呢 在那個時候 熱鬧氣氛的一種 正菜 那當然就要喝得 那兩杯呢 你就醉了 那你呢 旗女呢 都很難 站得住腳 但是喝得這件事情呢 就自小呢 天生之外呢 還要訓練的 那要唱得啊 客人呢 就會 點你唱的 那你在小的 調啊 小的曲啊 這些地方呢 都要懂得兩三首 那才可以應酬到 那當然呢 最後要靚了 靚的 呃 定義呢 很難 一概而論 但是呢 起碼呢 那個 客人呢 要覺得你是靚 詩文 靚呢 其中有一種是 詩文 举止詩文 談吐詩文 還有呢 做事細心 服事得周到 這些呢 都是靚的標準 那如果 客人想說做 入獲之賓呢 那 對不起 沒那麼快 慢慢來 花錢呢 拍者呢 都要 花一頭半個月 或者甚至乎 更加 要 耐 那所以呢 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的 妓女 或者他的 那些 龜婆 龜公呢 就會 跟他們開刀 亂斬的了 那包括呢 要他們 表示自己的 誠意 或者表示自己 大方得體 就要開廳 包個廳 那又要 愧贈 一些 難得的禮物 那呢 打動那個妓女的心 譬如在燕之購 這套電影裏面呢 張國榮呢 就送張大床給 余花 那個 洪雅姑 梅艷芳飾演 那怎麼送呢 他送張銅造的大床 西式大床 那那一張大床呢 不能夠 抬上去 大頭 抬上去 歸房 那在天井那裏呢 找繩子 吊上來 吊那天呢 還要放為拍掌 使得呢 是一件 很 稀寒 和 很重大的事情 在祭館裏面 那呢 引動到呢 祭館的 大大 小小 各級人員呢 都 要看 啊 這位 十二少 送了什麼禮物 給余花呢 原來 送了這麼漂亮 這麼名貴的大床 要 大到呢 要在天井 吊上去 那那個 受禮者呢 娟花呢 就覺得很有面子 就是 迫洞嘛 大家都知道 有一件這樣的 大的禮物 如果呢 送一顆 這隻戒 十加八卡 都是 很小的 看不到的 是要那個妓女 帶出來 在那裡 那張大床呢 就下人一體到 況且呢 如果那個 鬼婆呢 是 陰濕一點 你送禮物呢 她 都佔用回一份的 就是 人子之外呢 還要呢 佔你的便宜 那些大床呢 就相關佔便宜了 怎麼佔啊 難道你 龜婆走過去睡 不行 所以呢 這個 龜婆呢 在 余花這個 案子裡面 接受 真大床 真是 真是 吹脹龜婆 那 經過 這麼一段時候呢 令到 那個 那個 那個姑娘呢 開始對你 產生啊 好感了 這樣呢 就 溫住你了 所謂溫呢 就是 纏住你了 對你好有 好感的 經常掛著你了 你經常掛著他了 那麼呢 在這個 情況下呢 我們就叫這種 就叫溫心老契 溫住你的心 所謂老契呢 契家婆契家公的意思 就是 秘密情人 或者呢 現在呢 都很少用這個字的 溫心老契 就是 講的 基本的 那麼 有 大約的意思 可能是 第三者 那麼 就 已經 那麼 講講 所謂開刀 所以 這個 亂斬 那些客人 那些寶武呢 就 揮起把刀呢 就 收起來了 都 不理你怎麼威猛的了 如果一次大 霸王野煙呢 因為 你很好 人打傷不行啊 那些 發一萬一 就 做三萬的小費 那 那 很多 做生意的人呢 頂不住的 有時候呢 就 生意上的 周轉不靈呢 就沒有這麼多錢呢 去 應酬 這些龜婆 衝這麼大頭鬼的 於是 訂了一個廳 要包了一個廳 或者呢 要做一場 霸王夜宴 請了 傳記館的人 來 參加 可能 爛尾 爛尾 那時候 不是叫爛尾 那時候 叫做 執武尾廳 那麼就 那麼 這種呢 的嫖客呢 就叫做 折鼻大笑 這個 鼻呢 有兩個意思的 除了一個鼻歌的鼻之外呢 還有呢 鼻開的鼻 哈 那 鼻開了 這個 那個 那個 保姆 歸公 因為呢 周昌就是 關門隔離的 那個 捧刀 托刀 那個 武士 哈 那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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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下來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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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下呢 失手 不過不用擔心 剛才說的 那個 執武尾廳呢 便宜了些 那 自然呢 有人去 包美的 你不做 有人 做不切的 有人 你不厲害嗎 你不好嗎 也有人呢 好不切的 好了 那 講這個 這個 槍技通識呢 還有很多東西的 很多 Dragon 很多 行內術語 還沒講 但是呢 都講了這麼多次了 一拍者呢 要轉一個話題 那所以呢 就此先打絕 以後再 多一點跟大家講述 這些 在其他的電台 官辦電台 商辦電台 商辦電台 都未必能夠 好像網台那樣 暢所容而言的 我這裡又不會講那麼多粗口 但是呢 也會呢 將這些呢 好似 有禁忌的 有秘忌的話題呢 在如是我問呢 跟大家呢 分享一下 大家 聊一下 那 星期四呢 記得收聽 收看 科林 裡面的如是我問 劉天志呢 單人講述 我盡量呢 將呢 書本上 或者呢 生活上 很難聽到 或者不想 公開講的話題呢 跟大家 聊一下 那今天呢 就此打著 下個星期我們 再聊一下 拜拜